例如是傢俬布面的 更加重要 就是這樣噴一下 這樣 噴一下這位置 然後背後 背後是膠的 你不用噴 但底部你要噴一下 噴一下那些邊 總之有個位 傢俬布的 你就要噴了 或者我們皮的 沙發在家裡 你就要噴梳化底 就是噴梳化底下邊 這樣 例如我們有些木椅 你就要這樣 翻一下 椅子表面也不用噴 這些是白位置 木椅一定要在這些角 你就要噴均勻 如果木桌 或者飯桌是木的 噴在這些隙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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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噴在桌子底下 工夫你做了 其實房屋已經很足夠了 我一包粉 8盎司 衣服 衣櫃 傢俬 夠用了 一間300呎屋 這一支 就是一個100呎的房間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多些環保 滅蟲 記住不要滅在自己 滅在子孫 你可不可以 入口 你可以 你不可以